主动伸出友谊之手 台拔兄弟情 我副总统赖清德这趟出访 除了维护跟友邦巴拉圭之间邦誼 更把握时机跟美方联系感情 巴拉圭新任总统就职典礼上 副总统赖清德穿越人群 总算见到代表美国出席的内政部长哈兰德 当然寒暄一分多钟 除了紧握彼此双手合照 还有这个巧妙互动 美方出手帮忙扶正 尽管这是个徽章 意味也格外浓厚 同时破除对赖出访前的种种质疑 强调没什么不能端上台面 破除谣言证明自己的规模待遇 还有过境美国都不是问题 而当然赖清德的一言一行 美方也高度重视 乔治成大学中国研究专家韦德宁 接受日媒专访就说赖清德过去曾发表 像是台独支持者的言论 但后来赖清德已经修正立场 就对华府的人而言会更加舒服 我们这一次的过境是相当稳健 而且相当负责任 没做出美中台最害怕的惊喜 达成任务延续蔡政府的外交线路 欢迎新闻综合报道